科技股最近的估值很高 可能要小心一些 那从长期来看 有没有你觉得可以长期关注的 最近题材太多了 我觉得要找一些能够长期关注的东西 可能更适合投资者 好的 其实先来做一个定性 我觉得第一个阶段 这个科技股的一个炒作 已经差不多结束了 第一阶段结束了 因为第一个阶段 我们看到资金行进的一个路径 它就是按照去年8月份 那个信息消费的三年行进计划 对 之前说过 对 其实从最早的5G作为支点 后面进入到 累積工业互联网 人工智能 物联网 这一批新基建的一个炒作 其实更多的这些 还是在提供一个工具 提供一个承载的一个平台 接下来 可能在接下来一个阶段 科技炒作一个大方向 就是这一次 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到的 智能家 智能家 现在来说 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 提到家号 应该是第二次 上一次是15年的互联网家 这一次是智能家 智能家就意味着 我把所有的那些新兴的技术 新兴的工具 我和实体经济进行一个 深度的一个融合 我融合到哪里 哪里就是一个家号 比如说 电网加上智能 不就是智能电网 未来可能更多的是 具体的某一块的一个应用 但是这当中 这个中场休息 我认为可能时间 要花得久一点 大家要保持一定的耐心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再见